花木创作的长天都市言情小说句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1318集 老爷子看到那么多菜 绷着脸质问道 你当我是猪吗 送那么多是什么意思 我是看老爷子这两天 好像胃口不是很好 担心不和老爷子胃口 所以就多带了几样 加这么多菜 我看你是想多生费赚钱 不会的 多出来的菜 就当我请老爷子吃了 只要能喝老爷子的胃口就好 纳兰宇差点忘记了 自己现在 是医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在送餐 这么好的事 怎么轮不到我们呢 隔壁的老大爷控诉了 大爷 今天的餐真的不少 您可以过来陪陆老一起尝尝 不了不了 我这边够吃了 老爷子 您也赶紧趁热吃吧 不然人家先吃完了 又先去散步了 老爷子没在说什么 拿起筷子尝了一下青炒虾仁 顿时就皱起了眉 没盐没味道 也真好意思送过来 那 您尝尝这个红烧羊排 炖得可烂了 纳兰宇将那盘口味重的 挪到老爷子面前 换走了瞎人 老爷子又成了一块羊排 依旧是很美冷对 味道这么重 诚心拿来恶心我是不是 纳兰宇愣住 不可能呀 他担心羊排会有味道 所以前期特地打理了好几遍 炒的时候 也是加了料酒和白酒 装盘的时候 他还特地尝了一下 味道没那么夸张的呀 这个香炸小鸡腿 外酥里嫩 味道很不错 你是怕我火不够大 给我弄点油炸的天天火是吧 老爷子直接撂了筷子 怒目一对 那这个青草南瓜 对老年人最好了 行了 你出去吧 我看见你就心烦 老爷子挥挥手 让他出去 纳兰宇凝着眉 站在那儿没动 好一会儿才问出来 老爷子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惹您不高兴了 他怎么想也想不出来 自己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哪里惹到老爷子了 明明走的那天 老爷子还跟自己有说有笑 送自己到门口 怎么第二天过来 老爷子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老爷子低哼一声 不想跟他说话 纳兰宇在心底暗叹一声 低落地说道 其实 我今天就是来跟老爷子说一声 我明天 或者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可能都没有办法来给您送餐了 老爷子一正 老爷子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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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子都吓跑了 老爷子都吓跑了 不是不是 是我自己个人的原因 真的不是被老爷子吓到了 那你这是要干嘛去啊 哦 家里有点事 要回去处理一下 哦 我先去跟人家说一声 等一下过来拿东西 纳兰宇找了个借口就离开了 老爷子都说 见了自己就烦 他又何必待在那儿 给老爷子添赌呢 没准看不到他 老爷子多少还能吃一点 纳兰宇走出来 刚摘下面上的口罩 就被走来的陆琴给撞见了 纳兰 陆琴在这里遇到他 表示很惊讶 纳兰宇惊了一下 连忙给他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担心被老爷子听见 他赶紧迎过去 拉着陆琴朝另一边退了退 陆琴不明他的举动 怎么了 老爷子还不知道是我 对啊 你怎么这副打扮 我过来给老爷子送饭 送饭 陆琴突然想起来 上次在悠悠口中听说 有人给爷爷送饭 原来那个人就是他 不过陆琴也不忘说他 送饭什么时候都能 你现在需要休息 不能随便乱走的 我知道 所以我今天来跟老爷子 说一声 那说了吗 嗯 也是为难你了 陆琴看他都挺心疼的 昨天还疼成那样 今天又跑到这里来 还不就是为了讨好老爷子 也没有 反正我也没事做 爷爷这个人脾气比较酱 你要多花点耐心 而且三哥那个人 从小到大就没人能降助他 家里的人心里都有点数 嘴上说反对 可能心里同时 也做好了 接受的心理准备的 那我就放心了 有陆琴这话 加上上次婶子鼓励的话 纳兰宇更加有信心了 你呀 跟爷爷说了之后 就赶紧回家休息吧 昨晚那么晚才回去 今天这么早又过来 得赶紧回去补个教 明天才好做检查 嗯 我知道了 那我就先进去了 纳兰宇点头 陆琴进了屋 挨着门口床位的老大爷 就笑着说道 陆老 你家孙女又来看你了 爷爷 嗯 小琴来了 老爷子转过身来 看到陆琴 心情稍微好了一点 陆老 你今天看样子 又不能准时了 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去吧去吧 我回头去找你们 等人都走了 陆琴对着桌上的好吃的 说道 哇 这么多好吃的 你要是没吃 正好陪我一起吃一点 我 叼养院的伙食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 床头柜上有筷子 自己去拿 老爷子 避开了他的话题 陆琴也不多问 去拿了一双筷子过来 象征性的 陪老爷子吃点 嗯 味道真不错 陆琴一边吃 一边做出评价 他绝对不是想在 老爷子面前 夸那兰语 而是味道 真的很不错 不测 你就多吃点 不然也浪费了 嗯 爷爷 你也多吃点 这个小人非常不错 炒得很嫩